作词 李宗盛 尊敬的了我法师 各位法师 各位大德同修 大家下午好 阿弥陀佛 昨天我们简单举例说明 《地藏菩萨本愿经》的书圣 对《地藏菩萨本愿经》的大意 做了简要的说明 接下来我们正式学习经文 这一部经分上中下三卷 这是我们常见的分法 有时候也会看到 有分为上下两卷的 这都没关系 品数都相同 十三品 这十三品 我们归类简单 说一下每一品的大意 前面《地藏菩萨本愿经》 神通品 第一 分身集会品 第二 这个两品 是为我们介绍 能化之主 也就是能教化众生的法主 是谁呢 以地藏菩萨为代表 通俗一点讲 介绍这一次法会的 主要代表人物 介绍一下地藏菩萨 他有什么阅历 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对这一位菩萨 升起坚定的信息 再接下来 第三品 第四品 第五品 是讲 地藏菩萨 所化之机 就是地藏菩萨 他所教化的众生 都是哪一类 哪些类别 一一举例 为我们说明 在所举的这些例子当中 有几类 比较有代表性 哪些众生 是地藏菩萨 教化 教化的重点呢 比如说 不孝父 比如说 造作恶业 又譬如说 诽谤佛法 不尽三宝 不信因果 这一类众生 这一类众生 就是所列举的每一类 都是地藏菩萨 教化的重点 一一举例说明 然后再往后面 第六品 第七品 第八品 又是三品经文 简单介绍 地藏菩萨 度生之远 就是度众生 以什么样的善巧方便 这个远 经中为我们举例说明 烧香 诵经 广修 供养 造作种种善远 也就是说 地藏菩萨 怎么度这些众生呢 没有别的 劝这些众生 不孝父母的 赶紧发孝节 我懂得修善的 赶紧修善 我进三宝的 赶紧对佛法升起信心 供养三宝 这就是以种种善 为真上缘 令众生脱离恶道 这称为度众生之缘 最后有五品经文 从称佛名号品第九 一直到全境圆满 这五品经文 是总结性的教会 说明什么呢 成佛之音 成佛的正音 所以这一部经非常殊胜 从前面的人天 善恶因果 一直讲到成佛因果 成佛怎么成呢 经中明明为我们说出 成佛的方法 念佛 称佛名号吧 但念佛行不行呢 可以 但是念佛中 一定要具备 布施的音形 所以特别 用很长的一品经文 讲什么呢 较量布施的功德 这是什么呢 在种种法门中 非常重要的行门 要修布施 这是成佛的开始 成佛的正音 有人说了 我只念佛 我只诵经 我不要布施 可不可以啊 大家说可以吗 自己想想 就明白这里面 有什么道理了 大家看到没有 很多人都来供养佛 是不是 我们也心甘情愿地 供养佛 哪怕有时候 是有所求的 但是对于佛的供养 我们总是会生起信心 什么原因呢 因为佛在阴地 无量节以来 广求供养 所以他有这样 圆满的果报 看守一切众生的供养 所以我们要学佛 要成佛 如果不肯布施供养 假如我们也成佛了 假如而已啊 假如我们也成佛了 可能会饿肚子 没人供养 这只是假如 实际上 实际上 怎么可能会有 贪心不舍的佛 理上讲不通啊 所以一定要强调 布施的重要性 这是在成佛正音中 特别把这一条 列出来 里面讲财布施 法布施 无畏不实 通通俱备 说的通俗一点 一个发心 要成佛的人 必须要具备 为众生服务的心态 如果不具备这一点心态 这是成不了佛的 所以非常强调 布施的功德 原因在此地 这是成佛的方法 这是为我们举例说明 成佛之音 还有一点特别强调 护法 兼劳地神护法 为我们做样子 在讲到 这些经文的时候 我们会举例 进一步说明 这是全经大义 分为这几个段落 大家先做一个了解 接下来 请掀开经本 大家用的经文 可能不一样 先开经文 找到 刀立听功 神通评 第一 就可以了 我先把经文 另一段 大家对一对地方 如是我闻 一时 佛在刀立天 为母说法 二十 十方 无量世界 不可说 不可说 一切诸佛 即大菩萨 摩赫萨 皆来集会 赞参 赞参 释迦牟尼佛 能与 五着恶事 献 不可思议 大智慧 神通之力 调福 刚强众生 知 苦乐法 各前世者 问训 是尊 看到这一段经文 我们 时间有限 所以 对于经文的细节 我们无法 一一介绍 只是把 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提一提 大家 有些启发 掌握重点就好 开经 就是经文 一展开 为我们描述的 是这样一幅 场景 如是我闻 几乎在 每一部经的开端 我们都能看到 类似的 这么几个字 闻如是 如是我闻 这是阿难尊者 在节级经藏的时候 依佛的教诲 特别加上去的 几个字 意思就是 如是之经 是我阿难 亲自 闻佛 所说 真实不虚 大家可以放心 这是佛 亲口说的 说的内容 是什么呢 如是 所谓如是 如就是真如 真理的代名词 佛经里面 很少讲真理 这两个字 但是常常会用 真如 来说明 宇宙人生的真相 所以 如就是真理的代名词 是 是就是没有错 什么叫是 问你这个事情 是不是这样 如果说是 我们就点头 是是是 没错 如果不是呢 我们就摇头 不是不是 所以说是 就是决定无非 没有错 如是两个字 合在一起 通俗地讲 真理就是这样 这就好懂吧 什么叫真理啊 这就是真理 在哪里呢 从如是往下面看 这就叫真理 这就是宇宙人生的 事实真相 就是佛经 接下来所讲的内容 任何一部经 都是这样 里面所描述的 是宇宙人生的 事实真相 这样说 或许好懂一点 就是看到这两个字 大家可以放心了 接下来讲的内容 就是真理 宇宙人生的事实真相 就是如此 每一部经 从不同的侧面 来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 所以一切经开端 都加上这几个字 给我们增长信息 不用怀疑 这说的是真相 一时 一时 一时是什么时候 按照经上的记载 此地说的一时 是世家如来 入涅槃之前三个月 佛灭度之前的三个月 佛观察 在世间教化众生 因缘 将要圆满 告一段落 还有一件大事 没有办 什么大事呢 未报母恩 还没有报母恩 母亲 生育之恩 未报 父亲 净犯大王 已经得到 所以 佛陀观察 因缘 要表演 给众生看 不要让众生 以为 佛陀不孝 实际上 佛 生不生 刀立天宫 为母说法 都是圆满的孝道 但是众生 很执着 他要看样子 所以佛观察因缘 一时呢 就暗示 刀立天主 下来邀请 刀立天主很配合 主动下来 离请世尊 说世尊啊 您老人家 在人间 教化众生 所应度者 都已经得度了 可是 您老人家 始终 没有为 摩耶夫人 您的母亲 说过一次法 我今天 请佛到 刀立天宫 为母说法 佛陀答应了 于是 应刀立天主之请 生刀立天宫 这个一时 客观地讲 是这个时候 就是佛灭度前的三个月 引申他的意思 从理上讲 这个一时 不用具体的年月日 它有一番深意 那是什么深意呢 众生因缘成熟 佛观察众生 可以接受这个法门 可以学习这一部经典 这样一个时候 佛 说出这一部经典 这样的机缘 在佛法里面 称之为 师之 道和 就是因缘 俱备的时候 大家很欢喜 要听 佛陀 观察 纪缘 关系为 大众解说 这个时候 就叫 一时 通用 譬如我们今天 在相关经事 也是一时 这个一时 就是大家 愿意学 欢喜心 我们共同来学习 这一部 《地藏菩萨本愿经》 这么个时候 就叫一时 可是众生很执着 如果有人来问 说聊我师父 你们什么时候 讲《地藏经》啊 师父跟大家讲 一时 外面人会奇怪 一时是什么时候啊 是不是下午一点钟啊 大家会误会 所以我们现在 对于时间的执着 非常坚固 对于佛经上 时间的记载 很多时候不容易理解 为什么含糊笼统 用过一时 其实 这是打破我们 对于时间的执着 时间是假的 用一时呢 那是非常灵活的记载 对于时间 我们不许执着了 明了 这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佛说这一部经典就好 佛在刀立天 佛释迦摩尼佛 这一次法会的主讲任 刀立天 翻译为 三十三天 这是御界第二层天 这一层天 中央是刀立天主 中国人讲 御皇大帝 经上称之为 尸体环境 东西南北 各有八个天宫 合在一起 四八三十二 加上中间的 三十三天 就是刀立天主 尸体环境 住的这个地方 合在一起 三十三座天宫 所以 这一层天 也称为三十三天 我们习惯上 讲的天宫 就是指的 这个地方 遇见第二层天 为母说法 佛在刀立天 这不是在人间 讲的天宫 于是 有一些朋友 看到 这一段经文 就开始怀疑了 这个故事编的 谁都找不到根据 在天宫讲的 天宫在哪里啊 很多人以为 这又是神话 那么我们也无需 多做解释 这是说到 佛说法的地点 实际上呢 我们今天可以理解 这是佛陀 在另外一个空间 所讲的一部经 一时 三个月 就是讲这一部经 用了三个月时间 人间三个月 天上的就是一时 为母说法 这是直接了当 说出 佛在天宫 到底做什么事情 为母亲说法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 经文一开端 就讲 佛这一次来 是为母亲 说法 可是从头到尾 也没有看到 世家母亲 Eden 师家父 为她的母亲 讲过任何 一句话 大家有没有发现 如地藏经 很熟悉的同修 从头到尾 翻一翻 看看 世家母亲 的父亲 有没有 面对面 直接 跟 摩耶夫人 说过 我是翻来翻去 没翻到 是不是经文 漏掉了呢 没有 这一部经从头到尾 是以地藏菩萨为重心 可是经文一开端 却说是为母说法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有内幕 我们简单了解一下 佛在讲这一部经之前 已经讲过了一部经 这一部经是佛圣刀立天宫 为母说法经 在这一部经里面 佛陀为摩耶夫人说法 说完之后 中间休息的时候 就是这一次法会开场的序幕 接下来讲第一章经 所以这一句为母说法 应该是总结前面一堂课 所讲的内容 前面那一堂课 世尊为母亲说法告一段落 那么接下来这一堂课呢 依然是延续上一堂课的内容 前面 已经说过了 接下来呢 再举具体的例子 佛不说了 请一位代表出来说 这位代表 就是这一次法会的主讲人 实际上这一次法会 是以地藏菩萨为核心 所以这一部经 叫地藏菩萨本原经 接下来围绕地藏菩萨 来谈一谈 孝道的问题 因为地藏菩萨 能代表孝道法闻 讲到为母说法 报母恩 正好与这一次法会的主题相应 所以 这个为母说法 虽然佛在这一次法会上 这一部经藏 没有面对面 为摩耶夫人讲过一句话 但精神上已经具备了 以地藏菩萨为代表 二十 这一次法会开始的时候 十方无量世界 不可说 不可说一切祝福 这一段经文 不能轻易看过 尽虚空变法集 一切祝福 全部都来 即大菩萨 摩和尚 也接来集会 佛都来了 何况菩萨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这一次法会 有多么殊胜 佛要讲地藏经 一切祝福 都来集会 诸大菩萨 全部到场 在这一部经 四大菩萨 我们通通都看到 以地藏菩萨为首 地藏菩萨 指这一次法会的 中心人物 肯定要到场 文殊菩萨 后贤菩萨 观音菩萨 在这一次法会上 通通都出现 所以凡是学习 地藏经的地方 我们有理由深信 会感得一切祝福的加持 诸大菩萨的护灵 这里面有一个根本的依据 就是一切祝福 是修这个法门成佛的 一切诸菩萨 正在实践弘扬这个法 因此我们学习这一部经 应当升起稀有恭敬之心 这不是偶然的意愿 所以我们在经文一开端 看到这样的记载 不能全意看过 这不是每一部经上都有的 诸佛来集会 赞叹释迦摩尼佛 佛佛互战 佛与佛之间 没有嫉妒 没有障碍 不分彼此 这是我们要特别学习的 我们今天凡夫啊 我们有嫉妒 我们有障碍 我们看到别人比我们好 我们会不高兴 譬如我们学佛了 常常跑道场 道场与道场之间 有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最近一段时间 这个道场法会特别多 大家都跑到这里来 过一段时间 听说那边又有比较新鲜的花样了 于是大家一窝蜂 都有跑到那边去 听说那边来了个新的师傅 还是外来的人长得很庄严 唱念声音很好听 说话很亲切 赶紧去看看 跟师傅结个缘 再一听 他念佛跟我们不一样 于是再跟他绕两圈 俗话讲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啊 听说有不少地方 有这样一种现象 于是道场与道场之间 产生误会 产生矛盾 这些地方是我们要特别 去留意 去改善的 譬如附近很多道场 就是念佛同修 常常念佛的道场 念佛堂 在附近这一带 也有不少 我们应当以什么态度呢 不妨学一下 赞叹 哪怕我这边有个道场 隔壁又有一家 没关系 赞叹 太好了 这是佛门里面 应该有的现象 道场与道场之间 互相赞叹 大家都念佛了 都是学净土的 念佛堂与念佛堂之间 互相赞叹 可不要说 他们念得不如法 他们念佛念得怪怪的 没关系 有人喜欢怪怪的念 就介绍他去那个怪怪的地方念 就好了吗 只要有人愿意念 还欢喜念 众生根性 兴趣不一样吗 只要还肯念佛 只要那个地方还在念佛 就好 大家念佛的方法不一样 没关系 只要肯念 只要不要走极端 原则上 我们都给予赞叹 不要因为念的佛号 快慢不一样 声调不一样 而产生 像刚才所说的 这一种矛盾 嫉妒 障碍 不能包容的现象 听说 念佛堂与念佛堂之间 有的念六个字 有的念四个字 念六个字的 就反对念四个字的 念四个字的 就认为念六个字的太啰嗦 于是两边开始分立 本来可能在一起念的 于是把念佛堂一分为二 一刀砍断 前面念四个字 后面念六个字 大家都念六个字 或者都念四个字 应该很好了吗 又不对 念一段时间 都念四个字 有的念四字五音 有的念四字四音 不行 还要分 于是又分两个 都念四字四音呢 应该很不错了吧 还不行 有人念的快 有人念的慢 那好再分 又分两个 分两个之后 快的跟快的在一起 慢的跟慢的在一起 应该不错了吧 还不行 因为有人念的声音大 有人念的声音小 于是再分 大的跟大的在一起 小的跟小的在一起 应该可以了吧 还不行 因为有人念的快 有人念的慢 于是分到最后 可能自己就剩孤家寡人一个了 就是念佛堂的力量越来越小 所以才会产生一些矛盾 纵然我们念佛的方法不一样 没关系 只要安心念佛就好 还有不少同修天天追着问 到底哪个方法更好 这边一有新的佛号流行 马上一窝风 全部都跑去念 其实都是阿弥陀佛 有什么好与不好之分呢 我们在里面人为的去分别 这是我们自己的心态不够好 四字六字都是佛号 快慢念 就是快念也好 慢念也好 全部都是念佛 其实安心的念 就是最好的念法 安下心来 念的欢喜 快 偶尔快一快 也很正常 如果一直都很快的念 恐怕一些老人家受不了 有一种念佛方法叫追点 后来又听人讲说名字改了 不叫追点了 叫什么叫追命 念着念着会要命的 就是有些老人家念着念着受不了 心脏病可能念出来 于是改成追命念佛 偶尔练练 让大家经历高度集中 做个调剂 这是可以的 如果一天到晚都是这样追着念 那跟我们看赛车比赛的时候 一样啊 人的精神会高度紧张 心不太容易定下来 不过有少数人认为这样很刺激 很不错 没关系 作为个别人可以去试 但是作为团体的修学 应该照顾多数人 而不应该为了某一个人 他认为很刺激 认为很好 就随顺他 主持道场的负责人 这一方面是要把握分寸的 道场是要以大多数人的修行为主 不能因为某一个人的特殊情况 而随意改变 还有人喜欢很慢很慢的念 我们也曾经遇到过 慢到什么程度啊 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念一分钟 还没念完 很会脱枪 一直脱脱脱啊 跟畅战一样 也有人喜欢这样 认为这样慢慢的念 心会很定 定到不知不觉 去见周公了 还不知道 很多初念的人会有这样的情况 这个符号特别慢慢的 好像念了 南无后面阿弥陀佛 总也念不完 对于多数人来讲 也不太容易 所以习惯上 我们应该把握分寸 选择中道 不快不慢 不高不低 念的时候不缓不急 绵绵蜜蜜蜜 这样念下去 有人说了 这有什么意思啊 一点花样都没有 要变花样吗 去舞厅唱看了 OK 那里花样很多 念佛啊 就是让我们把心定下来 如果还有一种好奇心 实际上 是心过于浮躁的缘故 因此我们明了这个原理 就知道 真正念佛把心安下来 一句佛号 或者一个声调 安下身心 我这一生就这样念下去 要问念到什么时候 才算念好呢 不要问 念到什么时候才能念好 只需要天天问 我今天有好好念吗 有老实念吧 有安心念吗 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是顺便说一下 念佛堂出现的一些现象 我们念的 跟别人念的不一样 没关系 我们到别人的道场 随喜赞叹 他们觉得很好 我就赞叹他们 这样呢 学佛人之间 道场之间 形成一种良性互动 而不至于 让外面人看笑话 你看他们都学佛的 都念佛的 念了念了 吵起架来了 为了四个次六个次 还是别吵架 会让人看笑话 这是我们看到 佛与佛之间 给我们做的榜样 我们学佛 就是在这些地方 学 有样学样 祝佛现身 赞叹 释迦牟尼佛 怎么赞叹呢 我们也留意学一下 能与五着恶事 献不可思议 大智慧 神通之力 赞叹释迦牟尼佛 当然赞叹的内容 太多太多了 此地是归纳 刚领性的 所以说 赞叹释迦牟尼佛 太了不起了 能 他有能力 与五着恶事 在这个着恶的时代 五着恶事 就是结着 见着 烦恼着 众生着 命着 笼统地讲 这是一个 非常着恶的大时代 这个众生啊 这个时代的众生 身心都被污染 我们现在是明显感受到 污染 无处不在 无孔不入 外面 我们喝的水 呼吸的空气 被污染了 我们接触的种种资讯 被污染了 我们眼耳 就是六根当中 最敏感的眼耳 所见 所闻 到处都是污染啊 都是杀盗 淫忘 贪沉 记录下来 回去想一想 想来想去 也没有别的 全是污染 全是烦恼 人的寿命 越来 越短 灾难 好像越来越多 这都是污染的现象 所以在这样一个时代 生活很不好过 大家说好过吗 挺好过的嘛 一天过去了 上上网 打打游戏 炒炒股票 到处游玩一下 日子挺好过嘛 实际上 这是一种迷惑的状态 在这个浊恶的时代 经常说 很多大菩萨 看到这个浊恶的时代 这个浊恶的地区 扭头就走人了 这地方众生 太刚强了 不容易叫化 为什么这个时代这么恶 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众生 行为造作 太恶了 一暴随着正暴作案 这是原理 正暴是什么呢 正暴就是众生啊 有情众生 一暴无情众生 生活环境 这个时代的有情众生 烦恼极重 而且会越来越重 所以刻意的破坏环境 人为的造作恶业 把这个环境 破坏掉 有人来去 这些众生 不但不肯接受 还要回过来 去诽谤 这样一个时代 唯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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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迦牟尼佛 不舍弃 这个时代的众生 就是我们这些众生 释迦牟尼佛 有种能力 来调伏我们这些 刚强众生 这是十方世界的祝佛 赞叹的 释迦牟尼佛 很了不起 他有能力 来教化这里的众生 这里面 有特别需要留意的 一句经文 知苦乐法 释迦牟尼佛 知苦乐法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知道 离苦得乐的方法 这个太有诱惑力了 我们在生活中 或多或少 都会有些不如意 都有些苦恼 今天苦不苦啊 今天不怎么苦吗 回想一下 我们曾经的生活 是苦多还是乐多 佛在经上 为我们归纳 人世间的苦恼 至少有八大类 所谓八苦无交接 生老病死 多数人都不能避免 然后 爱别离 愿争惠 求不得 五因赤胜 身心的苦恼 归纳为这八大类 这八大类展开 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 真的是处处可见 今天吃得很满意吗 今天做事情很顺利吗 今天有没有遇到 那个讨厌的人呢 今天出去谈业务 是不是能按照 事先计划的那样进行 来念佛堂念佛了 念得很安心吗 这些都是我们每一天 生活中所面对的 实际问题 而更重要的是 我们每一个人 最终都要面对轮回的问题 在生死轮回的道路上 我们有什么办法 能够超越出去 这是佛法始终关注的大问题 释迦牟尼佛知道这个方法 如果有人想知道 来听听佛怎样讲解 佛知苦乐法 就是知道离苦得乐的方法 我们学佛学什么呢 就是学习离苦得乐 简单的说 苦乐的关键之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心念 一念觉转苦为乐 一念迷 转乐为苦 其实苦乐就在一念间 觉悟和迷惑不同而已 真是这样的 我们常常会看到 有些小朋友 他的情绪变化很快 你拿一粒糖果给他吃 他就很开心 把糖果马上给他抢走 他就在那边大哭大叫 然后再给他 他又很开心 这个例子很简单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差不了多少 不会呢 我已经成熟了 大人了 我们换一粒更大的糖果 试试看 那一粒更大的糖果 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关注的 现实的利益 我们得到了这一份利益 就会很开心 开心的晚上睡觉 都合不拢嘴 忽然第二天醒来 听说这个利益不见了 消失了 我们这个心情就跌到地狱了 接下来好几天都痛无欲生 我想那一粒很大的糖没有了 忽然又有人送给我们更多的利益 我们马上又开心起来 我们的苦乐多半是建立在外面物质的贪欲上 执着上 而佛法里面为我们直接了当地说明 这个不可靠 所以我们需要打破对外面的执着 从内心放下这种执着 真正的乐是放下这些执着而产生的 法使 内心流露出来的喜悦 它不需要依赖外面的环境 不需要依赖任何境源 发指内心的关系 这需要我们进一步去体会 通过对佛法的学习 慢慢了解到这里面的真相 据说有一位国王 他每一天生活在王宫之中 可是总是不开心 闷闷不乐 这一天就到王宫各个角落去散心 走来走去 走到厨房附近 就听到有非常悠扬 非常悦耳的歌声 从厨房间飘出来 国王被这歌声吸引 不知不觉 信不走近 看到原来是厨师 给自己做饭的厨师 在那边边唱边做饭 很开心 开心得不得了 这国王有点不大高兴 这奇怪了 我做国王都不开心 这一个小厨子 有什么好开心呢 工作压力这么大 每天做这么多事情 给国王做饭 不是一到两到十到八到 工作量很大的 为什么会这么开心 想不明白 把身边的士臣叫过来 来来来问一下 这个厨师到底怎么回事 他怎么可以那么开心 大臣就说了 国王啊 您呢 可能不知道 这个厨师之所以这么开心 是因为 他还不是 九九一族 这一个新名词 大家也记一下 什么叫九九 九九就是两个九 九九九九一族 国王一听啊 也很奇怪 这什么叫九九一族啊 大臣接着解释了 国王啊 九九一族的意思 就是人 已经有了九十九样东西 已经有了九十九分的财富 还差最后一分 为了得到最后一分 所以用前面的九十九分财富 去换取 这说的就是 人永远不满足的一种心态 说国王啊 包括您在内啊 还有我 我们都是九九一族 而这位厨师 他不是九九一族 他没有更多的欲求 他只是把每天的饭菜做好 所以他很开心 国王一听 好像明白了 在那边不住的点头 就皱眉头 大臣看明白什么意思了 有时就问 国王啊 您是不是想 想个办法 不让他那么开心 国王说没错 想个办法 别让他那么开心 我看到不大开心 大臣说了 是很好办 国王啊 咱们做个事业 您马上命人 送一袋金币 到这个厨师家里去 给他家人奖 这是国王特别赏识给他 奖励给他的花红 里面装九十九枚金币 不可以 不可以多一枚 就是数来数去 正好九十九枚 送到他家去 明天开始 您就看好戏吧 国王一听 这个事业挺有意思啊 马上命人 送了一袋金币 到厨师家里 厨师高高兴兴 下班回家 太太就说 今天啊 很开心 天上掉线饼 国王送了一袋金币 说奖励给你的 厨师也很欢喜啊 金袋子打开 里面就数 数来数去 不对呢 怎么是九十九枚呢 不应该是一百枚吗 数错了 再数一遍 数来数去 还是九十九枚 不对 再数一遍 数到半一 还是九十九枚 这厨师明白了 少了一枚 看来是真的 怎么办 明天我要拼命 要多赚一枚 少一枚金币 太遗憾了 于是 第二天早早起来 不再唱歌了 什么缘故呢 他今天要拼命 要认真地去赚取 另外一枚金币 他认为 他更认真一点 国王可能会 多赏识一些给他 所以从第二天开始 国王就再也听不到 悠扬的歌声了 接下来连续好几天 这个厨师 再也没有心情 去唱什么卡拉OK了 他只是想着 我要赶紧 多赚一些金币回来 国王一听 就跟这个大臣说 太惯悠了 现在你终于 把他也变成 跟我们一样 都成为九九一组了 一次国王感觉到 很有成就感 很欣慰 这是一则预言故事 故事当中的国王和大臣 有可能就是我们生活中的 每个人 大家自己也对照一下 是不是九九一组 就是我们会用 已经拥有的九十九分财富 为代价 去换取另外一分财富 而不知道 我们已经拥有了九十九分 只是差一分 很多人这一生 拼命地去追求 可能就是为了 那不满足的一分 那一分代表的是什么呢 就是欠缺永远不满足 所以人为什么会痛苦呢 就是追求错误的东西 最后那个不满足的 就是错误的心灵 如果一个人 能够安于当下 知足常乐 当下就会心安理得 欢欢喜喜 面对生活的每一天 我们已经拥有很多 我们只需要善用 现前拥有的 将来或许我们会有 更多更多的财富和机遇 我们用一种感恩的心 去面对 而不是用一种 贪得无厌的心 这样去追求 去执着 去占有 这样一来 纵然我们将来会得到更多 也不会有 患得患失的想法 都会看得很平淡 虽然不能十分平淡 至少能相当平淡 这也算不错了 这个时代很多人 都是生活在患得患失的忧虑中 因此 不会开心 不知道什么叫开心 他也不愿意开心 看到别人开心 他更不开心 就像故事中的国王一样 他还要想办法 把别人整得也不开心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 得到一点启发 其实苦乐的玄机 就在心态的转变 所以释迦牟尼佛 懂得这个方法 为我们介绍这个方法 就是引导众生 离苦得乐 当然彻底的离开痛苦 离开烦恼的痛苦 轮回的痛苦 生死的痛苦 那需要在心态上 做个彻底的转变 这需要进一步去学习 在这里只是原则性的 说一下 这是祝佛 赞叹释迦牟尼佛 善于教化众生 善于引导众生 离苦得乐 做这个工作很辛苦 所以祝佛来了 各前世者 问许赞叹释迦牟尼佛 向释迦牟尼佛问候 有人说了 为什么不亲自来打招呼呢 这里面又有一层深意 佛佛是一体的 继继继续空遍法界 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 是一个共同体 十方三世佛 共同一法阵 就是一个 这样说好懂啊 一个怎么见面啊 你今天跟你自己见面啊 这样说 说得过去吗 说不过去 所以各前世者 就代表了这一层深意 佛佛 没有像我们彼此见面 还面对面 实际上 佛佛 共同一法神 这是深意诚的意思 表面的意思 佛与佛之间 互相尊重 互相领域 前世者 互致问许 这是经文一开端 这一幅场景 我们特别介绍一下 是让我们 对这一次法会 存起信心 你看 来参加这次法会的 都是哪些人物啊 不是后面的鬼王而已啊 前面是十方无量无边 一切诸佛 即大不少 后面才是诸大鬼王 接下来的经文 大家把它翻过去 接下来 这是事实如来 寒笑 寒笑放光 放十种大光明云 放光过后 又出种种微妙之音 这些内容 其实也相当丰富 所代表的意思 放光 击重 今天佛在刀立天 要说法 要开会了 放光呢 就是以光明 射受十方 有缘众生 来参与大会 就像我们今天 有活动 短信发出去 广告打出去 光明之中 这十种光明云啊 这光明之中 具足 无尽的内涵 就是这一次法会 所讲的内容 在光明中 都已经显现出来了 好比这里 有讲地藏经的活动 短信发出去 里面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学地藏经的大义 大家就知道 这几天是学地藏经 讲什么内容 后面又出微妙之音呢 有些众生 单单看 这种光明 看不懂 于是要进一步 所以说 出种种微妙之音 六波罗密 然后慈悲其舍 事无量心 再往后面举例 一一说明 说法的内容 这就是品题中 所讲的 刀立天宫神通 这两个字就是说 如来含笑傍望 神通 一般人很羡慕 还有很多人来学佛 就是听说 佛门里有神通 有些朋友见了面 就直截了当地问 师父啊 会不会神通啊 你知不知道 我心里在想什么啊 有些人很有意思 师父你知道 我过去是哪里人吗 有些 有些对神通很感兴趣的人 认为神通 好像很难以理解 又很好奇 其实我们也没有必要过于好奇 神是神妙莫测 通是通达 通是通达无碍 就是有一种境界 有一种能力 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之外 我们就称之为神通 实际上呢 那是本有的能力 所以我们在理解神通的时候 不需要过于玄妙 一般人总认为什么叫神通啊 放一个光叫神通 变大变小叫神通 可是大家仔细看一下经文 释迦牟尼佛在这一会显得大神通 是什么神通呢 含笑而已 这一次的大神通很好学 教教大家 什么叫神通啊 大家会不会笑啊 不要大笑 含笑就可以了 这是刀立千功 世家如来 所现的大神通 含笑放光 含笑就是微笑 不是把嘴里面的牙都露出来 大笑特笑的那种笑 含笑就是很含蓄 牙齿不露出来 含笑放光 光中有种种类笑 又出种种微妙之音 有人说笑我是会笑啊 可是我不会放光啊 只要会笑就会放光 奇怪了 会笑就会放光 看不到呢 注意看 会笑的人他在放光 放什么光呢 放欢喜光 这个好懂吧 一个人一笑 我们就知道他很开心 他那个光磁场 于是就不一样 欢喜光 发生内心的耻笑 发生内心的 以慈悲心流露出来的微笑 又是慈悲光 就是这里面讲的 大慈悲光明云啊 让众生看到很安慰 就像看到观世音菩萨一样 那么安慰 这个人放的就是大慈悲光明云 有时候呢 我们会看到 有些人遇到烦恼 痛苦的不得了 可是同样的事情 另外一个人遇到 他微微一笑 这事情就化解了 他也不用多说什么话 这叫大智慧光明云 大家不需要理解的 那么样玄妙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学的 所以寒笑放光 就是大神通 今天学会了 回家 把家里人召集来 说今天跟大家表演神通 表演神通变魔术了 怎么表演啊 你就说在那边笑嘛 这就是大神通 如果表演完了 他们还不懂 又出种种微妙之音 出种种微妙之音 就是你要开口 给他解释 解释什么呢 很简单 六度波罗蜜而已 六度恃无量心 断出烦恼的种种方法 这就是佛说法的声音 佛说的内容就是这些 所以通俗一点讲 并不难理解 我们不需要想的那么玄妙 太玄妙了 我们也做不到 所以我们从生活中 一点一点去体会 今天别的没学会 教大家学会 含笑放光的大神通 以后别人再问 我们就可以这样解释给他 地藏经上 释迦如来 释现的大神通就是这样 这是很多人忽略的 认为 这道理天宫 神通品 神通在哪里啊 一开始就说了 事实如来 含笑放光 含笑 就是大神通 放光呢 是神通的样子 我们先从含笑学起 笑着笑着不知不觉 神通也就有了 有时候会笑 你到底笑什么 老笑老笑 算了算了不跟你说了 通了吧 所以这些地方 有些很微妙的道理 这是我们在这个地方 得到的启发 这一放光 献锐 又出种种微妙之音 当下 说过世界 其他方过头 有无量意天龙鬼神 一击道 道立天空 你看广告效应 极好 佛这么一宣传 一放光 十方世界 无量鬼神 都来了 所以 我们在这个地方 也要学到 学习佛法的机会 也要向外面宣传 然后后面 这是刀立天宫 这一世大会 来的听众 这些听众呢 经文上一一列出来 大家翻过去就好 我们不能一一细说了 翻过去 翻到 尔时 释迦摩尼佛 这乳观是一切祝福菩萨 这天龙鬼神 文书 是立白佛言 文书菩萨 向佛 禀白 说 世尊啊 若以我神 牵截测度 不能得知 文书菩萨 智慧中第一 就是文书菩萨 在菩萨中代表 智慧第一 具足菩萨中 圆满智慧 以智慧第一的 文书菩萨 为代表 说明什么呢 说明 其他人都不用考虑了 大家也不用回家 拿计算计算了 文书菩萨 以智慧观察 圆满智慧观察 不能得知 然后 佛告文书是立 无以佛言观顾 有不尽数 这更厉害了 佛说了 你文书菩萨就省省吧 别说是你了 以佛言来观察 今天道会的这些大众 数之不尽 这并不是说 佛没有能力 知道与会大众有多少 而是说 这一次大会的听众 太多太多了 奢侈不尽 所以这一次法会 真的叫盛况空前 而来参与这一次大会的 都是什么人呢 此皆是 地藏菩萨 九远截来 以度当度未度 以成就当成就 未成就 一句话说到底 凡是来参与 这一次大会的众生 都是跟地藏菩萨 有深厚姻缘的 有些是已经得度 有些尚未得度 有些已成就 有些尚未成就 这一下子 把地藏菩萨的分量 在这一次法会一开始 就为我们揭示出来 这位菩萨太了不起了 他度了这么多众生 接下来还要度 无量无边的众生 然后文殊菩萨 唯恐后世众生 听到这一段话 不相信 怀疑 于是接着向佛请教 说我听到这个话 没问题 我能完全接受 佛说的是真语 实语 佛不会忘语 可是后世众生 恐怕听到这个说法 会怀疑 甚至于会毁谤 这就造恶业了 请佛慈悲 广泛说一下 这位地藏菩萨 在因地 做何行 利何愿 而能成就 不思一事 就是这位地藏菩萨 他到底有什么样 殊胜的行运 度这么多众生 影响力这么大 让大家简单了解一下 好 接下来 佛告文殊实力 佛在下面 开始介绍地藏菩萨了 这里面 大家比较容易懂的经文 我们就不再 一一地介绍了 在介绍当中 佛特别举出两个例子 这两个例子 就是 与过去久远不可说 不可说结 且身为大长者子 看到这一段经文 这是第一个例子 就是介绍这位菩萨 要从他最初发心的时候说起 就好比我们现在 介绍一个人 先介绍什么呢 先介绍他的身世 他是哪里人 好有一个定位啊 同样的 介绍地藏菩萨 介绍一下他的出身 过去九远节之前 他是怎样学佛的 时间太久远了 过去久远不可说 不可说 结前 不用算时间了 算不出来 总之 很久很久以前就对了 那个时候 地藏菩萨 身为大长者子 他是一位富家公子 时事有佛 当时有一尊佛 在世间教化众生 号曰 师子奋俊 俱如万恨如来 这是佛的德号 使长者子 见佛向好 千佛庄严 应问彼佛 做何行愿 而得此相 这位富家公子来拜佛 见到佛 长得很庄严 所以学佛 我们也要修向好 向好能度众生 这是一个例证 你看地藏菩萨 怎么发心的呢 就是看到佛向好 庄严 所以发心学佛 我们假设一下 假如佛 视现一个 很丑陋的向 众生看到 生不起欢喜心 所以众生很执着 佛 一定现圆满 庄严的好向 让众生看到 就生起欢喜心 这个向太好了 怎么化妆 才能化妆成这样呢 妆也妆不来 那就跟佛学吧 我们看到 有很多众生发心 是见佛向好 而发现的 阿难尊者 是一个代表 阿难尊者跟佛出家 什么缘故呢 阿难尊者本身 长得很帅 绝对的帅哥一个 可是他看到佛 自叹不入 佛真的是太帅了 太庄严了 于是就悄悄地跟着 佛怎么这么庄严呢 论言会上 佛又问阿难了 说你为什么出家呢 阿难就说了 没别的 看到佛长得太庄严了 心想 这个向肯定不是父母所生 一定是自己修来的 所以我也想得到这样的向好 跟佛出家 希望有一天 能跟佛一样向好庄严 地藏菩萨因地发心 也是如此 见到佛 庄严向好 生欢喜心 我也要得到这样的好向 这在暗示我们 我们学佛 要见贤持起 看到佛这样的 圆满的果报 难道一点 羡慕之心都没有吗 我们现在 看到别人家很豪华的别墅 会不会羡慕 会羡慕啊 完全不羡慕 也有可能这种人很少 你住在这边 隔壁一家很豪华的别墅 就在你家门口 出门进门都看到 你说我也住别墅啊 结果人家的别墅比你大一圈 高两层 里面还装电梯 会不会羡慕啊 羡慕一点点 很正常 出门的时候看到别人豪华叫车 自己还在走路 会不会羡慕一点点 也会 我也开车了 别人都是名牌叫车 又为羡慕 大家站在一起 穿着衣服 别人都是名牌 现在都讲求时尚 追求品牌 我们对这些世俗的很多果报 不知不觉 都会用一种羡慕之心 其实这没什么值得羡慕的 要羡慕就羡慕高一点 羡慕佛陀 佛的果报 一栋别墅有什么好羡慕的 送给大家一个世界要不要 送一个佛净土给大家 大家有没有羡慕过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啊 几栋别墅有什么了不起 等着我将来见个极乐世界 几部轿车又有什么好炫耀的 等着我发明一些大莲花 可以遨游整个虚空法界 地上铺地毯 没什么了不起 到时候我们家里铺黄金 这样可以了吧 天天进出美容院整来整去 再整几十年还会整成丑八怪 那没什么好看的 我们不妨羡慕学一下 你看阿弥陀佛 好像每一次看他都那么年轻 都那么像好造业 这是我们要羡慕的 以圆满果报 为我们追求的目标 于是我们就不会再执着 世俗的果报 所以我们很多人说 这个对于物质果报的追求好不好呢 也会追求 要求圆满果报 求佛国地上圆满的福报 这就是仰慕佛佛陀 向佛学习 对于世俗眼前的这一点点 不需要过于执着 这些说老实话 不值得追求 你一定要追求呢 那也没关系 只是确确确实实 跟圆满果报相比 不值一提 你看这位富家之地 富家公子 他真的见到佛的像好状言 自己升起养慕性太好了 我也要像佛一样 这是第一个 教我们学佛 从哪里学起呢 别的不会 大家以后见到佛就发愿 我也要像佛一样 这就是学佛的开始 见闲吃喜 常随佛学 不只是我来烧烧香 拜拜佛 绕两圈 佛保佑我 儿女听话 保佑我做生意发财 保佑我 这个月做什么都很顺利 这些都太微不足道了 你要学 像地藏菩萨在阴地这样发愿 这是我们今天要学到的 我们学这一部经 就是学地藏菩萨 它是怎样发愿 怎样修行 佛举的这些历史 都是教我们怎样去学的 地藏菩萨在阴地发新的机缘 太多太多了 为什么不举别的呢 这有深意啊 举的这些历史 就是教我们学 我们能学到 今天发愿 我要向阿弥陀佛学习 这一位师子奋训 居住万恨如来 我们无缘见到 我们天天见到阿弥陀佛 我要发愿 发什么愿呢 我要发愿 像阿弥陀佛一样 久远节 度脱一切 受苦众生 这是因 将来成佛 自然而然 就跟阿弥陀佛一样 成就圆满的果报 我每一次 礼拜阿弥陀佛 都是这样发愿 我要发愿 像阿弥陀佛一样 这是我们初学佛 要培养的一种习惯 心心念念 都向佛学习 虽然我们还做不到 很圆满 我要愿意这样去学 愿意这样去做 他发了这个愿 这是最初发心 以后的地藏菩萨 我们现在天天 礼拜的地藏菩萨 就是从这一刻 种下的正义 所以我们今天 也要发同样的大愿 这是一个例子 接下来第二个例子 又于过去 不可思议 阿生起劫 时事有佛 浩月绝华定 自在王如来 接下来这一大段内容 是佛罗门女 以孝心 超度他母亲的例子 这是我们要学的 第二种行持 前面我发愿 向佛学习 接下来 是教我们 真正向佛学习 从哪里开始啊 所以第二个例子 就教我们 从哪里开始 从校开始 佛罗门女 她的母亲 在世的时候 不相信佛法 很多朋友 家里面也常常 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们也遇到 一些同修 确实很孝顺 所以很想 劝自己的父母 学佛 念佛 可是怎么去 都没有办法 让自己的父母 跪一山跑 有人说 这是不是自己 孝心不够呢 也不需要这样 自责 不妨学学佛罗门女 只要父母亲 还健在 就尽心尽力的 去引导 以种种善巧 种种方便 劝诱自己的父母 对三宝 生起戏技 我们现在念佛了 劝导双亲 念佛求生解脱 我已经尽力了 父母亲 还是不肯回心 甚至于 还是在造恶业 诽谤三宝 那怎么办呢 如果自己愿意 这个时代的 地藏菩萨 就要诞生了 不妨学学 佛罗门女 假如 有类似的情况 就是自己的父母 也有类似情况 生前不学佛 命中之后 多恶道 因为造恶业的缘故 多恶道 你不能说 佛罗门女不孝啊 佛罗门女 已经尽心尽力了 可是她的母亲 还是度地 好 这里面呢 就附带说 超度的原理和方法 大家留意学一下 早晚肯定用得到 家里面有千人过世啊 很多人问 怎么超度啊 怎么做佛事啊 经上早就说过了 留心学习记一下 临时都能用得上 佛罗门女怎么做呢 她的母亲过世之后 佛罗门女 是这样做的 她先到寺院里面去 她用因果来观察 知道自己的母亲 肯定多恶道 于是 睡卖家宅 这一句 显示出什么 显示出 佛罗门女 真的孝顺 不惜代价 这样孝顺的儿女 真不多 为了超度她的母亲 把家卖掉 看什么呢 广求香花 集足共聚 与新佛塔士 大行供养 供养三个 修福啊 广求共养 以共养三宝的福报 功德 来超见自己的母亲 然后到寺院里面 去礼佛 然后这里面 有一段感应 礼佛的时候 因为她很真诚 感应 佛陀 直接跟她交流 安慰她 佛罗门女 很感动 接着就请教 我怎样才能 见到我的母亲 请佛慈悲 进一步 引导我 这个地方呢 大家 留心 又有一个方法出来 佛没有直接告诉她 所以你母亲在哪里 我带你去呀 没有 而是怎样呢 叫她 你拜完佛就回家 回家之后 念我的名号 就是念佛 然后 你就会知道 你母亲的去处了 佛罗门女老实啊 这个方法管用啊 今天这个方法 交给我们不一定管用 为什么 我们不大老实 比如你来问 大家有什么事情来问 我们聊我师父 师父怎么才能知道 我的父母到哪里去了 师父跟大家讲 你回去念佛 自然就知道了 于是我们也念 念了一天 我还不知道呢 在哪里呢 我们不大老实 佛罗门女恒老实 回家之后 就静静地 逆心念佛 时间 不会很长 也就一天的功夫 经一日一夜而已 他就到地狱去了 然后这里面 有地狱的场景 大家自己看就好了 也很熟悉了 其实很多人喜欢看恐怖片 恐怖片有什么好看的 想看恐怖片 地藏经反复念念 这够恐怖的吧 现在地藏经 这一段画面 已经拍成 三地动画 有些同学有看到 也非常不错 地狱实际上 比这里面描述的 还要恐怖很多 佛罗门女到了地狱 见到五毒鬼王 五毒鬼王 给他介绍 这里就是地狱 这是造作恶业 家里面还没有人 为他超度 他自己本身 又没有善业 那么自然而然 度过这个业海 接下来就要到地狱 准备去受福了 这一段详细的描述 大家自己看见了 佛罗门女 很关心啊 说我怎么莫名其妙 来到地狱了 我正在念佛呢 鬼王说了 若非微神 急需业力 非此二世 终不能到 就是如果不是造作恶业 那一定就是微神力 就是很多人问 地狱在哪里 我们常常遇到一些知识分子 认为地狱 地狱在哪里 骗人的 有地狱吗 大家说有地狱吗 我们常常被人问到 有地狱吗 我们说有 有在哪里 你能带我去吗 问题来了 我不敢带大家去 因为我去了 恐怕回不来 这像什么呢 监狱 有没有监狱呢 监狱有 但是一般人是不会到监狱去的 两种人去 哪两种呢 一种是犯人 不想去也得去 另外一种是监狱管理员 或者到监狱去办事情的人 除了两种人 大家是不是没事会到监狱去旅游啊 是不是没事到监狱常常逛一逛 肯定不感兴趣吧 所以非死二逝 终不能到 所以对没有造作恶业 这一类众生 凡夫众生来讲 地狱 看不到 纵然在眼前也看不到 这是为我们说明这个原理 那么婆罗门女 她不是业力 而是为神 也就是说 她这一日一夜念佛 已经转传成圣了 她自己不知不觉 已经达到圣人的境界 所以在定中去游览定 然后婆罗门女进一步 向无独鬼王询问 说我的母亲在哪里 她们现在生活怎样了 可能还要进一步问一下 如果母亲还在地狱 我应该怎样帮她等等之类的 无独鬼王询问婆罗门女 她母亲父亲的名号 然后跟她说 你的母亲已经生天 这里面有一点特别留意的地方 需要大家留意的地方 就是无独鬼王亲口说 云成孝顺之子 说她的母亲怎么生天呢 是因为有孝顺的儿女 为她的母亲修福的缘故 修什么福呢 为母社共修福 不失绝华定 自在王如来打世 这是令她母亲 操生到天界的原因 这是无独鬼王 亲口所说 你母亲三天前已经生天了 怎么生天呢 因为你大修供养 成福德力 生天了 这是说明这里面的原理 超度的原理 我们在这里面记住两条 一个是广修供养 以三宝的威神力 超见自己的现王 另外一个呢 念佛 这是超度的理论依据 在这一段经文中 我们看到这样的例子 然后 婆罗门女 当时又在佛前发大约 依然是广度众生 就是在前面 发院的基础上 再一次加强这个大约 后面 每一次提到 这个约 都是不断的重复 所以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 特别强调的 就是对于发院的一种问题 不断的去发大约 这是这一品经文 《刀立千功神通品》 里面讲的两个历史 我们简单提出来 介绍一下 这一堂课 我们就学到此地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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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